大家好 今天介紹一支 安全遮盜 什麼叫安全遮盜 這是不容易 不安全 遮盜 這支就是 安全遮盜 他是泰克公司 在1982年左右 製作的 後來 美博者他也拿到 日本跟金井 泰克跟金井有合作 泰克有投資金井 公司的 股份 這個是後果 所以 泰克總共做了 兩種版 一個就是泰克地址 一個就是日本 有人說 洰克自己做的 也是日本做的 這個就不知道 因為他上面沒有寫 日本 在美國規定你 商品標示 你一定要 是 日本的你才可以標示日本 你不能日本的標示美國 他的標示是美國 所以他就是我們 當初他是在美國製造的 就是這一支 他這邊 派克 派克 CUT CUT就是刀 後面有個CO點 就是company 再下來是一個老鷹 這有一個活動護手 你會看 活動護手固定在 固定在 刀背 跟 刀跟 在一個角落 用一根釘栓固定 但是釘栓沒有定時 他是有 那個是活動 可以 旋轉 90度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這皮道是美 他原來是 組合 但是這1982到現在 你看35年 組合早就爛掉 很難撐那麼久 撐那麼久 就也 也都軟掉 美國人大部分紙回來就丟掉 我可以跟你講 除非他你想賣 紙回來他就丟掉了 那個 有的人 是 不賣的 他是 我只是收藏 對他那個 沒有說我要 收藏人賣 賣刀的 生意人 這也是收藏 我們不是收藏人賣 把一些東西 已經 介紹 你想買 你買不到了 我跟你講 都是以前老的 找我們去哪裡找 你要去跟 俱樂部的人交換 有的人 譬如說他有這個 有好幾支 他在切少 某一種 你可以跟他交換 這個情形 還有 有一些 流出來 這個 年紀大了 這個刀 沒有時間照顧 拍賣給物業 給物業來拍賣 然後用物業來拍賣 然後用物業來拍賣 你就可以去標 那個不管 我們現在有講這個 所以他沒有這個 這個皮套 這個皮套是 日本 你看日本 這個皮套 皮套也是 大概30年 你看這個皮套 拿皮套來吹 皮套來對 看誰 敲出了 就是比較差的皮套 要很硬喔 你要小心 皮套有折痕的地方 都容易有皺 人一樣 所以你不要 像那個下巴的地方 你常常 幾頭幾頭 那個 低頭幾頭 不常 皺 好 那個 齁 你看他這個 像那個 皮皮鞋一樣 不會扁 很硬喔 除了你用暴力 才可以把它壓扁 這個東西你看 這皮套給一個很聰明的人 把它吸過 這樣 給你護這個皮套 安全折刀 我們等一下再講 這皮套 你看這皮套怎麼放 你看這皮套怎麼放 你看他這個有 氧化 我每次都希望在五分鐘內把它解切掉 最近不知道怎麼搞 講了幾十分鐘 每一個都講在這 看一下狐狸子的 生肖 像這種狐狸子它有研磨性的 所以你盡量不要給它沾到其他東西 同意把其他東西磨掉 乾了以後它就會黏住 黏住你再擦的話 你把它弄下來那就掉了 所以把漆弄掉 太好 所以 對別的東西也會傷害 所以你不要把他留在別的地方 擦完了一定要把它弄幹住 你要站在上面 過一個小時 黏住 黏住你現在弄掉 它就把下面的東西 帶走 所以你 要讓它留下 一定要把它弄散 所以你像有人在那個布上面弄灰子 然後擦擦擦沒有弄乾淨 它沒有把它弄散 這布就變硬硬的 硬硬的就會刮傷 這 這 這些也好硬 好 這個介紹完了 介紹一下 手段熱到 這個刀不一定都要有拇指勾 拇指勾有時候假如你有畫面 它是一種干擾 只要它夠大就不需要拇指勾 很小的時候你才要去扣它 很大的時候你就不必了 這個我這手套有好多掌 沒有丟掉 現在有十幾個 有個破掉 中國做一個台灣的 它這個是高拋光 你看它這個是斷面 斷光 上面很多瓜 你看那個零零色的瓜 沒辦法 已經三十幾年了 你要一個人 那個 五六十歲的老女人 很像二十幾歲 你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說 上完 或是說你放在抽屜裡面 球類都會這樣 但是它整體來講 還是非常 非常美好 你看到那個 所以斷光跟刷光 有什麼不一樣 刷光它是很粗的 很粗的 你摸都有感覺 斷光 斷光其實它就是 刷光的 重複 重複它變成很細 譬如說它重複 重複以後 變很細再打磨 打磨的話 就再 重複的刷光 比較細的 刷光 一般刷光是很粗的 尖細很粗 那那個斷光以後 它就 就是說你要重複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 譬如說本來 一公分是一條 現在變0.5公分一條 或是0.3公分一條 然後它就變成很細 很細你在拋光以後 它就變得有一點像斷面 那種感覺 也有人叫殺光 有時候你保留 有一些人他就喜歡這種 感覺 這種氧化的感覺 就是說 這個氧化 會有一種類似 那個 他們叫做 我這是從一個做 錢幣的 他說那個叫炫光 炫光 就是那種 氧化 產生的那種光芒 跟我們這個很亮的這種不一樣 亮的有時候會刺眼 他的那種光芒 他叫炫光 炫光 炫光是你沒辦法做出來的 要隨著時間讓它 讓它去氧化 那麼這個 這個就是殺光 你看它會很細 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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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規則化,你只要沒有一定的方向,你會變成雜亂的線 這個叫金泡光,你看中間這個看起來很像水沙 其實它不是水沙,它是色香水,簡稱叫色水 看一下這個色水在幹嘛 它背,你看,看到牙齒跟眼睛嗎? 它在哀嚎,背一個捕獸夾 這邊有一條刮,刮什麼 這一條有一條刮 白白的這個就是 這個可能敲到 這個色水就是捕獸夾,捕獸夾到 這並不是說在褲色,因為它原來就是這樣 我們還有另外一次 也是這樣 所以它並不是說,欸這個已經 吞色,它會吞色了,但是它這個病沒有怎麼樣 還是很清楚 應該很清楚 它在那個,其實在水邊 水邊的沙地 水邊的沙地 它這個並不是一個獵人在 讓你獵人射陷阱,然後抓到射 讓你看到好高興說,哇,抓到一隻動物 不是,它這個是保益組織 它去呼應保益組織 因為在1982年 那個美國 國立的 美國國家 野生動物基金會 它把那一年定為 The Year of Ego 我們講十二生肖,哪一年哪一年 對不對 明年是什麼 The Year of Dog 狗年 狗年,那明年是不是狗年 我不太清楚啊 它就是這樣講 它把那個1982年定義為 英年 英年,那那個 那個 Parker,他們有一個鷹牌 就是說它有老鷹 你看看那個,刀跟人一樣的老鷹 所以他們為了要呼應這個 英年,他們就做這個刀 這個刀就有環保意思 生態環保 然後他兼這個刀所有的存力 給美國 國立 不是,國家 國家跟國立是不一樣的 那個 國家野生動物基金會 還有一個是 北卡洛萊 北卡洛萊 那個野生動物 資源 資源 會議 資源會 給他們兩家去婚 所以這個刀它做了大概有三種 一個是鹿角 印度参拔路 另外一個是骨的,柯橫 上面有柯痕 柯痕骨柄 另外一種是白的 表面是光好的骨柄 這樣三種 4吋 還有5.25吋 是做第二切 等路角度 5.25吋 賣到多少錢 175 200多萬美金 我用刀子十幾多少錢 好 這就是這把刀的由來 那他這個刀湯 這個是完全黃 馬波斯 馬波斯的 馬波斯 真麻煩 這台是5.25吋 這台是5.25吋 5.25吋 馬波斯在哪裡 馬波斯 馬波斯給你看 就這樣 把圖給你看 好 那麼這個 現在講到安全刀 要講17分鐘 他這個是路角 這個安全刀 他的他的原理是怎麼樣 那就是我們很多刀有時候 他在 折刀他有時候沒咬住 這個刀 可以折下來 有時候就會割到 還有你 待在身上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 會打開 割到 像蜘蛛牌的蜘蛛刀 你知道很多人在霹雳包裡面 就放蜘蛛牌 有時候去拿的時候 拿東西的時候被刀割到 因為他的刀自己開 所以他們叫做 被蜘蛛咬一口 這個來源 不是我吹牛的 就是說折刀有時候 他會 比如說 那個 偶爾 卡到東西還是怎麼樣 他 就開了 有時候會這樣 那就割到 對 安全刀就是他絕對不會 不會這個 玩下來 為什麼 因為他 關閉的時候 他 他是用這個 尾 尾 尾罩 尾罩 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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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的尾 尾 尾罩 尾罩頂在這個刀根 所以刀根沒地方去 他沒辦法往下 他只能撐在那裡 所以 絕對不會割到 不會彎下來割到 這是安全 這個叫尾罩 為什麼 因為他刀收的時候 他刀收的時候 會跑到裡面去 他其實這個是兩片 中間加一片 加一個 鋼 有厚度的鋼板 做出來的 並不是一個 鐵板 或是鐵皮 或是 或是這個 鋁皮 去這個 折出來 並不是這樣 他是 裡面有一個 鋼片 外面有兩片 兩片比較薄 做成這個罩的形狀 刀收的時候 刀就跑到裡面 像這個樣 所以這個刀 收合的時候是這個樣 收合是這個樣 那 開的時候 他是兩段 90度 90度 然後再來是 180度 太緊的時候 你就要上游 上游 打開了以後 把尾罩 壓進去 壓進去 抵住 這個 刀根 刀根是方形的 你看一下尾罩的 這個 他這是平的 刀根是方形的 看一下刀根 刀根是 刀根是方形的 有沒有 平的 所以平的他要抵得住 只要圓的話 他會滾動 這個護手就是這樣 護手收的時候 這跟那個 Case的裂暴型 一樣 他要活動護手 護手收的時候 是貼著 這個手柄 然後你開了之後 他會 他會隨著這個刀 轉到這個 這個 丙端的外圓 有時候會卡住 有時候會這樣動 這是沒辦法 卡住有時候正好 就是說你打這個動 要很 要正好可以卡住 然後沒有卡住 他就會這樣 有一點點距離 他就會這樣 可以移動 但這個並不影響使用 使用你本來就是這樣抓 這樣抓 這樣一直達到護手的目的 譬如說一定不能動 不要自己 講當然 人動 不能動就不能動 人動就能動 就這樣 沒有人去找一個護手 完全都不會動 為了這樣 到那個 店裡面去歡 不可能 你拿到人動的就是人動 不能動就不能動 就像你拿刀 有的賣刀是沒有在看的 你收到什麼就是什麼 你不喜歡 就特為器 就具為器 一樣 你不喜歡就具為器 你會把錢推給你 是這樣 並沒有強迫你 一定要收什麼 再看這個 他這有點像內襯卡索 那一個片 那一片 所以他 他 必須要有一點彈性 才不會這樣掉下來 才不會這樣掉下來 這樣掉下來 所以他一定要卡住 所以他會有一點折彎 折彎的話 然後你要 你要壓進去 壓進去 這樣就這樣 這樣的話他就卡住 因為他有折彎的話就有彈性 要不然你看這樣 他沒有卡住 他是 他是 可以動 他是有一點卡 但是 像這種情形 他沒有 沒有折彎 沒有折彎 他就會這樣 比較容易鬆動 這個 不見得是好 像這個 不是 不是因為他變幻 他本來就有點折彎 這個也是有 你只要輕輕的 控不進去 一定要折一下 這樣就抵住 這個結束不會下來 所以他講的安全就是講這個 講這個 另外一個 這個兩段式的安全開啟 開關 這個 在很多刀上面都有 他必須要設計 這個刀根 來讓他兩段能夠分斷 暫停 所以完全看刀根 假如你是圓的刀根 你就不可能兩段了 你一定要是有形狀的刀根 就是尖的 有的還三段 那有的不見得是在九度 那有的不見得是在九度 這個看你怎麼設計 有的時候兩段 譬如說你沒辦法掌握住它在什麼 可能你的手動得比較快 就掛倒 所以你不要以為 安全開關就是一定保證你安全 你不會操作或是刀太緊 或是太鬆 都有可能安全開關變成不安全開關 所以你安全一定要在自己能夠掌握一下 所以你即使說開安全開關的刀 你也要很小心 只要有人安全隨便 隨便你就擱到 所以就一定要這樣 所以你看 我們講安全開關 我們要開的時候 是這樣開 美國人是這樣開 我們還是一樣 就是 你還是一樣 把這個固定住 然後開著它兩段 兩段我這樣還是兩段 我不會擱到 這樣懂不懂 那折回來的時候 就 就要小心 因為它不會說 有彈力的時候自己彈進去 第一段一定要到 第二段的話才可以彈進去 這個護手 我們有很多種 像這種你看它很像 弧形的 我們這個 這個其實它叫 波浪形的護手 有人叫雲形 其實不對 它比較像波浪形 波浪形 然後直直一條就是棒狀 棒狀 那還有這個 那個什麼那個 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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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往上 這個就是 安全開關的道 這沒有人在表演這個單手開 這真的很緊 真的很緊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它自己彈過去 所以這個 這個 你要小心 我現在做慢動給你看 有沒有 所以你只要沒有掌握到 你以為安全 手輕輕的 結果你 譬如說你手在動的時候 輕輕的它突然 你在這樣開 你手這樣 結果它 它突然 砍到你的手 因為你不曉得它會突然往前 受到這個 湯王的韻律 它會突然往前 就砍到你的手 然後很利的時候 你就 被 被斬了一刀 不利的時候 你會說 哇 好家宅 所以你看 你看 就會這樣 所以 我剛才講 你安全刀 你也是要小心 才會安全 你看 這 這個彈力很像 這一次 先打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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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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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開就有可能知道 哎呀,真是 沒刀了 不想你找一個東西,找不到,躲起來不給 這個刀 你看我可以在上面 應該是不很利 這個刀相當硬 所以你要磨 也不太容易 一定要有耐心的磨 它這個是用一分的鋼板去斷打 它這邊也削這個穴型 看一下鹿角,這個是樹皮紋 但是,樹皮紋每一條都不一樣 每一條都不一樣 但是很乾淨 它其實是 你看金光閃閃 它是拋光的 這個都拋很細 所以你看這個光線 這個鹿角的地方會晃光 鹿角的地方會晃光 你看鹿角的地方會晃光 就看這裡 這裡也會晃光 美國有一個很粗 鹿角的地方會晃光 鹿角的地方會晃光 很粗 很粗 鹿角的地方會晃光 不一定說一定都要拋光 很細 表面很細 我講的很細 並不是說它這個 因為它被細的沙子拋過 所以它被細的東西拋過就是細 被粗的東西拋過就是粗 它很細 很細的東西就容易晃光 容易晃光 你看它的光線 它很粗它就不會晃光 它在晃光的地方 它那個都是亮的 它這種 晃光其實它已經變 鏡面 只是說它還有很多那種 我講的 它這個刷光 留下來的 留下來的痕 所以你要拿到鏡面 你要把那些痕處理掉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一些痕 有沒有 但是浸泡完在刀刃附近它都不會跑 其他地方它都可以緩射這個攝影機的鏡頭 所以它這個地方就好像這隻 這隻射鼠被包圍起來一樣 你看 你看 這算很亮 這算很亮 後面一個箱子倒了 剛才很大聲 那裡有幾十個箱子 每次要找刀的找刀 沒辦法 每個箱子都不一樣 這很難整理 可一刀 我現在教你一個懶人的研磨方法 那這個因為很硬 所以你要磨很久 你用一個九 九微米的 上面一定要乾淨 上面不能有其他的沙子 很多人把那個研磨的 沒有清洗的沙子放在一堆 不只這樣 很多美國人也是這樣 那一堆沙子呢 結果上面磨的這個沙子的 那個蟹 就掉到這個比較細的 對 細的 那一支磨磨不好 或是磨好了 但是上面有一些刮痕 斷七八糟的刮痕 你就可以用這個 用手這樣抓著 然後你看 看完了 畫垂直的 這樣就是刮 磨的這裡 那你最好有一個 比較高的 這個 台或是木頭 我現在是在桌面 桌面平的 所以我沒辦法 沒辦法整支刀都磨 只要你一個地方比較高的話 你可以這樣磨 所以我現在只能連磨 前面給你看 那另外一面是這樣 所以你看它是走十字 走十字 走十字 這樣看韌圓線 剛剛磨的地方 有沒有一點花量 這個 往外 另外一個就是說 像 那個 磨皮布袋一樣 你看 現在從相反方向 這樣寫 我這桌底下還有還有板子 所以 所以 看起來不太 每日都講這麼久 回來 回來呢 看 然後換這 山子 我們現在有賣這個山的 最近才賣的 以前我都 我自己在用 沒有賣 那個 山都賣那個 70塊的 那個 大張的 這樣大概就可以 可以的 唉唷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立不立 聽聲音就知道 假如你這樣還磨不好 就這個 剛很硬的時候 那你就要用 15 15 然後換 9 再換這個 3 你更好的話 你可以換 再加一個 0.1 1 然後再加一個 0.1 你沙子 葉多 昏集 越多 你越好磨 要記住這一點 但是我們 不得已 因為考慮到成本 所以你這樣跳極的時候 譬如說我這中間 應該有一個5 9 9 5 3 沒有5的話 你在磨3的時候 3就要多磨 把5的工作也做 懂不懂 3 就要這樣 那個 所以 但是這樣的時候 等於說你要跨 從9磨到3 所以你要磨的時候 就要 比較 時間會比較長 時間會比較長 你不要以為 哇多了好幾道 好麻煩喔 都不會 不會有差的 所以你沒有5 你3的時間就會增長 你有5 3的時間就會縮短 一樣啊 就是這樣 但是你少了一張紙的 其實我賣了這個 我賣30 在美國大概3點多塊錢 這個要 大概 這個不大 這個好像是賣15 這個 這個要三 要三十幾塊 這個 都只有一半 所以 我在賣的時候 大部分都自己在用 因為你們 很少人在忙 不知道你們在做什麼 所以我以前都隨便送這個沙子 我賣沙子 絕對 送的沙子 都賺不回來 我敢這樣給你們講 所以 不要跟我斤斤計較 沙子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沙子 我都是找 那個 那個 你找不到的 工廠的 所以 我有什麼 我就用什麼 有時候有被膠 有沒被膠 像這個都有的 所以 我以前用的 你說 我現在什麼什麼 例子不一樣 那例子跟他沒關係 那例子是給你參考 沙子 沙子從來不給你講 他這個是幾例 多少維米 他是幾例 因為他不是那種方式去做的 你要他去跟你解釋 他自己說謊 對不對 所以 你也不懂 我都有講 我這上面都有寫 那你沒有看 然後你自己去想 說 你現在換了 換了沙子 你就表示說我這個東西 這個效果比較差了嗎 你就不懂 你說得過我 沙子都是一樣的 裡面都是 譬如說我說二氧化系 就是二氧化系 他不會說這個 這一個沙子 一公分排一個 排一粒 另外一個 兩公分排一粒 這樣也是 也是可以磨啊 對 當然我不是講這個意思 譬如說他那個排的方式不一樣 他只是 譬如說他的 有沒有 那個 字連式 還有 他的那個 譬如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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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化系 那那個 Aluminium Oxide 這個是 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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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icone SiO2 Oxide 那個 對 這個不同 但這個不同 並不是 表示說他 他就 研磨就會 比較差 對 這個都是 研磨的礦物 這個 都是在做 金工 金工 或者做其他的很多 所以 所以 你看書院開發 他有的尺寸不一樣 5吋 8吋 10吋 12吋 2吋半 3吋 1吋 還有 整卷的 你要這麼多的東西 所以 所以 你不要去挑那個 你不懂的東西 亂講話 好吧 這次到 今天就結束到這裡 謝謝你的收看 astes 有 是 是 有 文字幕 李宗盛